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雄鹿一战 詹姆斯拿到了34分 6篮板8主攻 面对公牛 戴维斯也砍下了37分 6篮板3主攻 而在昨天课场挑战骑士的比赛里 勒布朗詹姆斯更是在昔日老冬家面前斩获46分 8篮板6主攻 成为了取胜的最大功臣 相比较而言 这几场比赛球队后卫施罗德的出手次数有了明显减少 控制自己进攻欲望之后 施罗德的表现也是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但目前摆在湖人队眼前仍旧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施罗德一心渴望2000万以上的年薪 或许会成为湖人队未来争贯的一大隐患 休赛期 无人队用夺冠攻陈丹尼 格林从雷霆交易得到施罗德 引进施罗德的目的也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补充无人后场的进攻火力 如果单从施罗德的个人表现来看 这确实是一位优秀的球员 在场上对待比赛的态度以及拼劲 都是非常值得认可 即便是在遭受球迷的非议之后 施罗德比赛仍旧打得非常认真 可施罗德属于那种存在天然缺陷的球员 身高限制了他在防守端的表现 这个联盟几乎90%以上的球员 在面对施罗德时都有错位优势 而他在场上有时盲目的进攻 又会破坏湖人队原有的化学反应 对于湖人来说 施罗德绝对是一把双刃剑一般的存在 目前 施罗德与湖人队的合同还剩下最后一年 此前施罗德就曾明确表示 自己希望能够在接下来一份合同里 获得2000万以上的年薪 并且这种想法至今仍未改变 这也给湖人队的管理层出了一个大难题 如果湖人队选择与施罗德许约 那么下个赛季他们的总薪资将会超过1.3亿美金以上 这将直接锁死湖人队未来几年的操作空间 球队只能依靠詹姆斯 戴维斯 波普 库兹马和施罗德来打天下 即便是卡鲁索 塔克 莫里斯等人依旧愿意抵心流队 可湖人要想在阵容上做出变动 也将变得非常困难 按照施罗德的表现来看 他最理想的年薪应该是在1200万上下 参考波普与胡人队续约的合同 施罗德的身价应该与波普不相上下 甚至于可能还不如波普对胡人队的作用更大 因此如果施罗德真心想要继续留在胡人 那么就应该降低自己的身价 给胡人提供一个更合适的筹码 这才有机会长留胡人队中 否则对施罗德和胡人而言 双方很可能只是在本赛季一次短暂的联姻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